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日好生活 我是主持人Tessa 很多人都會試過肌肉酸痛 好像運動員一樣 經常都有機會弄傷 其實有甚麼辦法可以舒緩肌肉酸痛呢 除了運動員專用的高貼之外 其實市面上也有些東西可以幫助大家 今天很開心可以請到Amy上來 歡迎你Amy 美好 Amy 很開心今天請到你上來 其實剛才我用運動員來帶進這個題目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肌肉酸痛只是運動員才需要 這些藥布只是運動員才需要 但其實不是的 我知道 但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鐵布 其實好像都源於運動員的想法 是的 我們很高興今天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隻很新概念的產品 這款產品是有形堂的活力肌健貼 其實這款產品整個概念是源自於70年代 在日本的地方 他們為了運動員專用來設計 因為當地物理治療師發覺很多運動員 其實在他們受傷的過程裏 除了要療傷之外 最重要就是把握時間 怎樣可以讓他們快速地復原 並且可以繼續這樣去練習 整個概念令到有形堂 可以設計這個Active Tape 活力肌健貼 希望可以將產品在運動員以外的大眾社會裏 都可以得以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和我很多時候都會有這裏痛 原因不一定是運動 所以這個產品是一個概念本身 雖然是由運動員開始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推廣到所有有需要的人 是的 Amy說得很對 其實這個痛症不是運動員的專利 好像現在很多的OL 或者某些行業的人士 都可能有一些職業病 也會有肌肉症痛的可能發生 但其實我想問 這種鐵布 其實可以有什麼功效 可以治療到肌肉症痛呢 它基本上對於痛症的療效是最強的 第二它就可以改善我們的血液循環 於是在療傷的過程中加強治癒 還有它可以做一些所謂淋巴的治療 於是對消腫 對於局部的地方 例如瘀傷 都很有幫助 另外就是運動員 或者一些支架 我們的關節比較弱的朋友 它可以作為一個支撐的 其實Amy我看到了 我們前面有很多不同顏色的鐵布 其實是否有不同的功效 或者適合不同的人士 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呀 真的有些 我喜歡粉紅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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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 紅色 綠色 是否用來襯衣服的呢 但其實是用來有不同療效呢 首先當然夠漂亮 你今天穿藍色 我又穿綠色 所以顏色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對於治療來說 其實顏色治療 我們叫做Color Treatment 都是一種可能性 但最重要呢 對於有用糖活力基建貼來說 如果你是真的在療傷的過程 受傷中 我就會介紹你用黑色 或者是紅色 因為深色的顏色 是可以加強我們在戶外活動的時候 它吸收的紫外光 它可以令到當局部地位 比較嫩和一點點 治療功效是比較強 否則的話 六隻顏色都是一樣效果的 嗯 但我想問回 其實它的靈活性會不會很好呢 因為我好鏡了 我知道這個貼布 貼了之後 那會否可以貼著做運動 會否減低了它自己本身的活動能力 或者靈活性呢 問得很好 其實是不會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大家就這樣看貼布的表面 就沒有辦法知道其實它裡面是怎樣的 首先你看一下 在測試這裏呢 其實我都要把六個顏色擺在一個膠布裏面 你會看到它的底部呢 原來是有一個水波紋的膠紋的 那你會看到呢 如果在後面看呢 就是那個布的布身呢 就是95%的棉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很天然的成分 那其他5%就是那個彈性膠 那你會發覺這邊的水波紋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水波紋這個部分就是那個產品的精華所在 是因為呢 50%就是有膠 另外的50%是沒有膠 於是呢 它是一個完全透氣的產品 當你在使用在身體上面的時候呢 它可以令到我們透氣 但同時又可以防水的 所以你可以洗澡也用得 那之所以是設計給運動員用呢 你可以想像它一定不會影響我們的靈活性 不如你試一下吧 都好都好 其實我們手都好都好 我都想試一下 那其實我想問呢 為什麼要剪到它圓形 我見你有很多形狀就等人先說了 那為什麼要剪到它圓形呢 是啊 你問得真是好 因為我們一卷的貼布裡面 我們首先第一個動作就是剪了出來 你會發覺你留意到 就是這個剪好了的圓形部分 其實最重要是令到我們撕貼的時候 貼在皮膚上面 它是不容易被我們的衣服 或者是洗手的過程裡面 是令到它撩起 因為原來這個產品 可以用在我們身上是三天至四天那麼長的 不如我試在你手上吧 好… 那我就借你的手來 這裡我趁機介紹一下 這個鐵布雖然一邊是紙底 一邊是膠布 原來絲有一個很簡單的手法 首先拿著布的中間 把它撕開 然後一拉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你剛才在找著口 對 因為紙沒有彈性 膠布有彈性 所以一拔開它就可以了 在這裡我借你的右手 好 很漂亮 是否要塗了霜呢 一般我們在撕貼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動作 除了我們剪了膠布 剪了圓角之外 就準備我們自己的皮膚 最好不要有油 所以就不要塗了霜 或者當你真的塗了霜之後 就用這些乾布 把布或者酒精刷乾淨 令到絲貼布和皮膚之間 沒有任何物質在 所以就算連大汗也要擦乾淨 我沒有的 你沒有的 還有你的手夠漂亮了 因為有時候朋友有很多毛 毛越多就會越影響 剪布的功效 但你沒有問題了 也有的 其實也有些毛 如果是的話 清理了汗毛或剃毛才再用 沒錯 也不會黏著毛那麼痛 沒錯 不會撕出來可以剃毛 是 最棒性 首先在貼的過程中 第一個動作 就是先把貼布的尾部固定 我現在是一種鎮痛的貼法 首先我請你屈曲你的手 我們這個貼法 是採取我們叫做Body Structure 就是使用我們自己的身體的彎曲 來成就貼法 而在貼的過程中 我們小心令它不要曲了 當它黏好了之後 你會發覺你現在嘗試扭下你的手 有沒有影響你的動彈呢 沒有 完全沒有 有些水波紋 是否很有趣呢 你嘗試比較一下你的左手沒有貼布 你現在屈曲吧 向上屈曲 你看旁邊給你一個鏡頭看看 你看看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很多很多的水波紋 而你的手普通屈曲是不會有的 是 這個水波紋就是令到我們的皮膚和貼布中間 它拉起了我們的皮膚表面 令到我們皮膚底部更加多空位 在這裡我一會兒會解釋得更多 那不如試一下你的左手 試另一種貼法好嗎 好… 剛剛我和你試這種貼法是一種鎮痛的方式 現在我將會在你左手上撕貼的方式 是一種支撐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貼法是一模一樣的 記住在我們的開頭那裡 我們貼任何情況之下 在貼這個膠布 我們的兩端 膠布的兩端都不要拉張 那這個正案就是你屈曲的 我現在假設你的手是有少少受傷 沒有力 但是不是痛 那你不需要屈曲 我就在這裡拉了 那你會發覺呢 我在兩邊的布端那裡 我都不拉的 只是拉中間所謂有效的部分 那你會見到在施貼的過程 是不是感覺都已經不同呢 是呀 好像很舒服的 我本身是否有一點 我本身有一點痛 可能你有點弱也不一定 但你現在看看是否沒有水波紋 你現在試試做這個動作 比較一下這邊 兩邊是否一邊有水波紋 一邊沒有呢 你試試屈曲 是否這邊沒有水波紋 是呀 這邊有很多水波紋 有水波紋的部分 其實就是等於我們那個皮層 外皮層是被拉起 而因為那個表皮 和真皮中間多了一個虛位 所以你的血液循環就可以增強 並且可以把你的表皮拉開 離開我們的感痛的神經 令到你感覺痛楚會少一些 另外你會發覺這一邊 它是沒有水波紋 但你有否感覺兩隻手之間 是否多 這一邊的左手 是多很多我們叫支柱 支撐呢 覺得緊一點 就不用用那麼多力 但我亦都可以做到我想做的 有沒有解答到你的問題呢 我想我完全明白了 大家聽觀眾可能真的要親手試一下 我覺得親手試了就好過千年萬月 我們都會盡力地解釋給大家聽 非常好 其實因為這個高步來講 這個叫鐵步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展法 很多不同的顏色 我們都跟大家講過 也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我知道其實很多運動員 在國際性的賽事都會用到 是啊 因為這個產品最特別的地方 它之所以有的療效 並不是因為它的藥性 所以產品本身是沒有任何藥物在 最重要的就是靠產品本身的物理性 就是正如我們所說 它是一個100%的棉質的布物料 所以是非常之可以說很健康的使用 是不會影響我們的皮膚 第二 因為它水光紋裡面的絲膠 塗膠的話 我們用在皮膚上面 好像我們皮多了一層皮 我們叫第二層皮 Second Skin 皮有什麼特別呢 皮就是本身是一個 我們身體最大的呼吸器官 所以令它可以繼續呼吸 是非常之重要 是幫助到我們治療的 大家現在看這個圖 就解釋到我剛才說 當鐵布 比如紅色這塊就是我們的Active Tape 黏在我們的表皮層的時候 Texy剛才感受到 你右手那邊的水波紋 其實就是拿起了我們的皮膚 你看看我們的表皮層中間 其實有一個真皮層 真皮層的底部 除了很多淋巴液之外 亦都是很多感痛的細胞 我們叫做一些Nerf 這些神經會令我們痛或者不痛 它將它扯起來之後 一方面加強了血液循環 另一方面令我們感痛減少 是不是很棒呢 是的 真的很舒服 我知道它的設計方便是比較特別 其實是怎樣設計出來的呢 產品本身是根據我們身體的肌理 什麼肌理呢 就是我們肌肉有一個紋理 它利用了我們身體的肌理 貼法沿著我們身體的肌肉 以及我們的關節本身的結構 它會令到產品的療效更加強 我提及過有兩種療法 一個就是減痛的 就是令它有波紋形成它的循環 另一個就是增強壓力 令到我們當部胃包的關節 或者剛剛手這個位置 可以令到那個動彈多了一個承托 原來還有第三個貼法 就是可以去水腫 或者是去我們身體的腫瘡部分 譬如去魚 那種我們叫做淋巴的貼法 我們剛才還沒說到的第三種 因為這個我相信是各位女士 以及是我 最感興趣的 可以幫我們消水腫 或者可以幫我們去淋巴的總大 沒錯 我相信大家都很心急 帶我們現在去廣告 稍後回去繼續日日好生活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日好生活 剛才和Amy說了一個很神奇的貼布 就是厲害到 令這個國際性的運動員 比賽的時候 都是合法地可以貼著 因為你照知道 很多藥物限制 或者我覺得人們會遷就 很多東西都禁止了 而這個完全沒有藥物的貼布 就可以令到這個運動員 在做運動的時候 又可以安心 又可以有適當的保護 其實它沒有藥物 為什麼它可以發揮到這個功效呢 而是主要的重點 就是一個剪 知道你哪裡痛 還有一個貼法 沒錯 現在Amy就會和你解釋一下 或者講解一下 幾種比較常用 沒錯 大家就可以先偷看 買了一卷 這個貼布回去都知道怎樣用 沒錯 鐵布 Task說得很對 第一 首先我們要知道哪裡痛 哪裡痛 原來都有不同的理由痛 還有痛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了解了自己哪裡痛之外 你就可以去學習怎樣去撕貼 學習撕貼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在網站上 我們有很多條片可以給大家看 但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可以今天展示給大家看的 就是我們知道自己哪裡痛 知道怎樣撕貼之餘 其實我們還要靠怎樣去剪這個膠帶 令到配合撕貼的效果是更加好的 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買了產品之後一卷 裡面是有五米那麼長 很長很長 可以用很多次 於是你只要根據你自己所需要的部分 來去剪裁了你要的部分的長度出來 剪了之後還有幾種不同的剪法 剪法包括我們最常用的有四種 一個叫做I型 你會見到剛才解釋了 其實我們在黏在皮膚之前 最好將它剪了一個圓角 剪了一個圓角 是令到皮膚不容易被我們的衣服削傷 I型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條剪了它 然後剪了一個圓角 因為時間關係 我都剪了幾款 都剪了給大家看 另一個就叫做Y型 Y型很簡單 將貼布的I型之後 拿起包剪刀 將它剪一刀在中間 就已經是一個所謂Y型 當剪了Y型之後 你就可以剪圓角 就十足像這個這樣 一個Y型 當我們需要的時候 有時我們需要叫一個X型 就是我們兩邊都要將它開叉使用 在另一邊 只要它加多一刀 然後又是剪圓角 就會是一個所謂X型 對不對 比較特別一點 很多朋友看到覺得很有趣 像不像八爪魚呢 好像手指仔 好像手指仔 這個我們叫八爪魚型 八爪魚型的方法 剛才提及過 最適合在燒種 或者去魚的情況下使用 它的施鐵方法也比較特別一點 最後一種不是常用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用在手肘 這個我們叫做燈籠型 或者叫網型 其實就是把我們的鐵布 在中間剪開三刀 然後把它打開 你會看到就是網狀的施鐵方式 其實網類很複雜 使用其實很簡單 這個部分剛剛Task提到 我們有很多種用法 想不想聽一下呢 剛才我問了Amy 這麼多種不同的剪法 很難剪 但是聽她這樣說 好像不太難 是啊 其實很容易 切法可以說 在我們過去的經驗裏面 發現最多人使用的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 在運動員身上用 但是其實一般人 很多時候都聽不懂 站得多 會膝頭骨痛 或者很少運動 都會覺得運動起來 腳頭會冤痛 在膝頭骨的使用方法 可以說是 在這麼多用法裏面 最簡單 也是最有效 最常用的方式 這裏我們就是 一位女士 其實她自己去撕貼的過程 她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她要量度了 自己膝頭的長度 在我們膝蓋的中間那裏 量度了一條 但去到我們膝蓋以上五吋左右的長度 因為這一個 是我們需要去拉住來用的 你會發覺 她在撕貼的過程裏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正如我提過 我們的頂底兩邊 我們都不拉 用在膝蓋都是一模一樣 當我們把它貼在膝蓋中間的時候 我們用最大的拉力 把她拉了之後 把她拉上去膝蓋的側邊兩端 好像一個U字一樣 大貼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一個九十度角 腳要彎 另外避免了我們腳 中間膝蓋的屈曲 那位置 她就不會繫了 你貼在這裏之後 記住上面 留下大約三吋至五吋的位置 是不拉張 完全不拉張的情況之下 就將它貼好 是不是很容易呢 很容易 對 真的跟我一直看下去 那個感覺 真的沒有那麼複雜 我要有些專業的人士 才可以幫我貼到 有些位置自己一樣可以貼到 很簡單 其實介紹了 其實真的很容易 可以剪到大家需要的形狀之後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其實會不會說 有些人敏感不用得的呢 這個問題亦有很多人很關心 你問得非常之好 因為這樣 產品本身設計第一個重點 就是它是用防敏感的 醫療用的膠水 說起防敏感的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的產品設計 可以在皮膚上面撕貼 整整三天以上 我們測試過 都是不會有細菌的滋芯 所以因為它要貼那麼久 在我們皮膚上面做一個支撐 或者做一個治療 所以它防敏感的情況 是我們最關注 亦都可以說 你可以放心試用 它是可以防敏感的 不過說到這件事 有些朋友始終 它畢竟是一個膠水 有時用在一些不同的 例如小健光的位置 有些人都會輕輕覺得癢 一覺得癢 就請你要停止使用 等它過了一輪之後 其實它會好些 但這種情況是不常見的 那為什麼這個醫療用的膠水 要在波羅文這樣呈現 會比較實一點 還是會透氣度高 還是會怎樣 真的問得好 只是問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這個貼布用的水波紋 是有原因的 不是隨便的 是漂亮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貼布本身的拉力 不是很強的 剛才你看到我們去拉張的時候 這個膠貼布可以拉到150% 甚至更加多 當你拉到這樣的時候 你會發覺膠布本身是有個回彈力的 你當它向外拉 它就有個回彈力 當它回彈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我在你的手裡 撕貼了這個布 回彈的時候 一般就是這樣向直拉 而這個就會有一個狀 弧旋形的拉 當地的地方 在同一個位置裡 它就會有一個扭力 這個扭力就等於按摩師 在你皮膚上做一些按壓一樣 做一個當部份的按摩一樣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非常舒服 但我按已經感覺到 剛才還有一件事 我剛才貼了這個貼布 在我的手上 然後就撕了 這樣撕完之後 它是完全沒有黏的感覺 因為我經常覺得 可能有些人都經常有扭損過 很多人都敷過一些藥物的時候 一拿起之後 都會覺得很多貼粒粒 我又要擦 但這個是完全沒有 很乾爽的 亦都沒有貼走我的手 可能是給我吃 是沒事的 因為有一半是沒有膠水的 雖然是非常透氣度高 而且很舒服 其實除了運動員 或者一些職業的 所產生的肌肉損痛之外 現在越來越常見智能手機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問題 我也有的 玩得很久 雙手開始麻痺 頸開始痛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問這個貼布 幫不幫到我們 絕對幫到 這些我們叫做Iseek 很多人都因為長時間 看平板電腦 或者玩電話 玩遊戲 這些位置我們的肩頸 特別是我們的背部 甚至我們的手腕肌肉 很多時候都會很緊 甚至因為感而引致很多痛症 這個產品 其實是絕對可以幫到 而且絲貼是很簡單 一個Y形的鐵布 在我們的背部 中間的位置 開始 撞到頭就可以黏住 然後我們左邊 就向右轉 將我們的左邊 那個Y形鐵布的鐵布邊 就黏在我們的 左邊的頸背 然後結束之後 我們同一個位置 就向左轉 於是將另一個Y形的鐵布 的腳部 就可以貼在我們的右頸 那裡 你發現貼完之後 它一樣有少少 我們叫做皺紋 那個波紋 升上來之後 然後坐直 你就可以加一條I形的布 用很少的拉力 在我們肩膊的兩邊 大塊一點的肌肉 做一個承托 這個貼法是非常之好的 貼了之後你會發覺 整條頸多了很多的動彈力 而且沒有了那種疼痛 長時間要看平板電腦的朋友 這一招真的要學 我相信現在試駕的年輕人 或者所有的朋友 其實都有這個 智能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的習慣 也有很多痛症 從那裡而得來 雖然是很好的方便 但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的肌肉 才不會努力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痛症 除了這個Iseac之外 有些阿姨 你自己拿來的 還可以說 有時候女性 身為女性 真的有很多痛症 好像我們很多人害怕的 period pain 或者是一些沒有時間做運動 office lady 會有水腫的話 這個鐵布好像可以幫到他們 是啊 所以有些人說 這是一個很萬能的鐵布 其實原理也是一樣 它特別 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在驚痛的處理方面 很多時候女士驚痛都不知如何處理好 這個鐵布很簡單 用一個十字的貼法 再加上背部貼一條 其實自己都可以貼到 它就可以令到我們兩邊 中間的腹腔的位置 多一點的空間 亦可以去除到那個痛症 或者令到我們的痛感減少 當然 事實上 女士驚痛都有很多理由 它那個所謂治療 純粹是令到感痛的神經減低 但是說水腫這個 或者我們說女士自己覺得自己腫 又或者因為長期不動而引起覺得腫脹 其實這個產品有一個淋巴的療法 就是我剛才提議過 用八爪魚式的剪貼方式來貼 在我們不同的位置 早期他們設計的時候 是被運動員去消腫 或者意外受傷的人去消腫 我發現這些女士是很厲害的 他們用這種方法 自己貼在自己覺得腫的位置 原來都是一樣有效的 我們在這裏的模特兒也試了給大家看 其實貼法做看起來很複雜 但原來挺好玩的 很容易貼的 其實只要你想去試的話 其實真的很容易 只要了解它的做法 和了解它的剪裁 讓人家貪自己的 知道自己在哪裡痛 貼了下去 就可以舒緩壓力 其實貼了下去之後 當然要撕出來 撕出來 我剛才沒有問Amy 我就這樣撕出來 又不痛又不黏 其實我想問Amy 我這樣撕是否對 有些特別的方法 你這樣貼和撕都是對的 沒有問題 主要你覺得不痛 沒有令你不適 就OK了 但有些人如果貼的範圍比較大 譬如腰背 或者大腿 甚至小腿 特別是男士很多毛 他們有時會有些投訴 撕的時候好像拔毛 我們有個小小的提示給大家 就是你去令它濕 你可以加噴點水 又或者你用一些奶油 弄濕了才 慢慢順著毛的毛理去撕 你會發覺會很容易撕掉 而且一點也不會痛 明白 謝謝Amy 今天帶了這麼豐富的資訊給我們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鐵法 和不同的剪法 大家可以來到以下的網址 www.acti-tape.com 或者打以下的電話 23117511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